台 接下来请收看 智慧菩提 甘马八语录 生活在这世间 如果心只往黑暗地方想 那看到的只是黑暗 没有希望 如果心往光明面想 看 即使只有少许的光明 也能找到光明 找到希望 感谢观看 世间有万在的魔 但最主要的魔 在我们心中 那就是我值 感谢观看 如果我们希望带给他人利益 我们就有责任调伏自心 与张扬内在的财富 就此 也才能利益到他人 感谢观看 法说得再精彩 如果没有触动你的心 定义到你的生命 也是没有意义的 有位善知识说 即使说口诀的人有一切过患 只要所说的 只要所说的法是正确的 我们也要去领受 这就是依法不依人 所以即使小孩子 也能说出真实语 说法的人也许没什么 但所说的内容 是值得深思的 所以焦点要专注在法的内容上 学佛不是让你变成一个奇怪的人 其实真正的佛教徒是什么 真正的佛弟子就是一个人 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懂得透过佛法降伏自心 慢慢地消除傲慢 称心等烦恼之后 成为家中最好的那个人 最好的亲人 我们只要努力 都能够见到本自具足的解脱功德 随喜 就是当我们见到 或听到关于任何善行时 心中自然产生快乐与关系 圆满善行结果的关键为何 就是随喜 感谢观看 佛教徒喜欢发很大的愿 动不动就说要利益 尽虚空骗法界的众生 但如果连不伤害众生都做不到 这样的大愿有什么意义 得到辖满人生 却只用在自立之上 造成的伤害更大 不如不得到 像滥用资源 开发森林等 对世界造成的伤害更大 投身为老虎 狮子等野兽 造成的伤害还小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有自己在无人所到之处 怎会有名望 这是想都想得到的 所以不管希望有名望 或是需要快乐 这些全都是需要依赖他人所成 因此希望爱护自己 和期望拥有美好的环境 都一定需要为他人着想 就算无法爱护他人 也要为了自己的利益 去为他人着想 这样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观看 佛法重点 都在于有没有改变我们的心 有没有调伏烦恼 有没有整治烦恼 能对治烦恼 就是在修行 有没有改变我们的一天 从哪里里来说 恐怕即便我们能够消除掉所有的枪支 所有的炸弹 所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如果不能消除我们的称恨 暴力能将存在 因为从根本上 是我们的称恨导致了暴力伤害 而不是工具制造了这一切伤害 所以需要的就是一个承诺 承诺要通过消除所有的称恨 来剥除你心中的暴力之种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陀曾说 自己即是自己的守护者 守护者不在他处 自己光明的未来 是自己赠予自己的礼物 我们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就看自己如何决定 外在看来是个修行人 但是一遇到状况 自己的恶行恶状 又会圆形毕露 这样就很不好了